逃跑 谁在逃跑 别胡说八道 那你为什么想不起来 我不知道 多方便了 就说不知道 然后就觉得一切都解决了 尽你最大的努力去回忆 这是拯救你深爱的具的生命的唯一方法 一个黑影靠近 他比李思英大得多 在他面前 李思英变得越来越小 曾经清晰的视野变得模糊扭曲 一种早已遗忘的疼痛又回来了 李思英强忍着身影 低下头 触地的手 奇异的扭曲变形 他一声不吭 即使是短暂的呼吸时刻也是痛苦的 黑影把手放在因疼痛而喘息的李思英的头上 我会帮你 一个懒洋洋的 带着嘲讽的声音低于道 毕竟 追溯记忆是我的爱好 车翼仔和尹秋天戏剧性地达成了一致 车翼仔不会感性你 而是保留自己的姓氏 除此之外 也没有太多需要决定的了 由于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年龄差距很容易解释清楚 车翼仔一边嘟囔着 一边记着他们商定的细节 抬起头来 对了 尹秋天 你没有手机吗 嗯 没有 被拿走了 尹秋天沮丧地回答 任何能通讯的东西都被拿走了 我明白了 车翼仔看了看手腕上的智能手表 他希望杨慧真能察觉到不对劲 然后追踪他们 就在这时 汽车的引擎停了下来 震动也停止了 几个人的脚步声朝集装箱靠近 索咔哒一声打开了 门大开着 光线突然涌了进来 车翼仔和尹秋天都眯起眼睛对着光 武装人员自信地走进集装箱 手里拿着枪指着车翼仔 等一下 尹秋天挡在车翼仔前面 用身体护着他 怒视 那些人 他是我哥哥 如果你们对他粗暴 我就不合作了 什么 嘿 小姐 那个矮鸽子男人难以置信地冷笑道 你以为你是这里的老板吗 你知道你在哪里吗 你们把我带来是因为你们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对吧 不是有个重要的人说想见我吗 如果你们动我们一根手指头 我什么都不会说 当他们问为什么的时候 我会说是因为你们 矮鸽子男人和他后面的男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另一个男人放下了枪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他绑起来 我们是平民 而那个人是个觉醒者 这是为了安全 没有商量的余地 尹秋天转向车翼仔 车翼仔面无表情 微微点了点头 如果需要的话 他随时都可以挣脱 尹秋天也点了点头 听同他的事意 好吧 嘿 把手放在一起 那个男人嘟囔着走上前去给车翼仔戴上手铐 随着一声金属的咔哒声 手铐锁上了 他们比警察用的手铐更厚更重 类似于觉醒者管理局用的那种 如果是同一种类型 那实际上是个好消息 车翼仔可以轻松地用他的力量把手铐弄断 但是那个男人又拿出了一样东西 一条短而粗的链子 一直 静静地看着的尹秋天插话了 等等 那是什么 一种安全措施 我告诉过你 这是必要的 那怎么是安全措施呢 不需要那样的东西 这没得商量 尹秋天 没关系 车翼仔用眼神示意他 他没必要在这里树敌 除了是个觉醒者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 他应付不了暴力 而且不管这些束缚有多强 在车翼仔的力量面前都没有机会 尹秋天咬着嘴唇 低下了头 那个男人恼怒地哼了一声 用手指比划着 抬头 车翼仔抬起头 一只粗糙的手在他的脖子上套上了一个项圈 当金属扣咔大一声扣上时 有个尖锐的东西从里面刺向他的皮肤 没有刺穿 但很明显他可以 所以如果有必要的话 他是用来刺入皮肤的 呼吸困难 项圈紧紧地勒着他的脖子 让他很不舒服 车翼仔皱着眉头 用手指沿着项圈的边缘摸索着 那个男人威胁地冷笑道 别乱动 我随时都可以引爆他 如果你老实点 对你妹妹会更好 明白吗 车翼仔没有回答 只是点了点头 那个男人接着拿出一块黑股 你们两个都把这个带上 拒绝的话 我就把你们的眼睛� 还可以乱说话 明白吗 如果明白 就点点头 尹秋天焦急地看了一眼车翼仔 车翼仔又点了点头 那个男人粗暴地用黑布蒙住他的眼睛 绑得紧紧的 太过分了 然后他抓住车翼仔项圈上的链子 把他拉起来 在远处 尹秋天发出一声小小的尖叫 他看到车翼仔手臂上的紧张了吗 那个男人嘲讽道 对你妹妹真保护 别担心 我只是确保你能走直 走直 别绊倒 另一个男人在车翼仔的背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他应该保持平衡吗 他应该摔倒吗 两个选择在他脑海中闪过 但车翼仔很快做出了决定 在这里摔倒会更好 砰 车翼仔脸朝下摔倒在地上 干燥的沙子的味道充满了他的鼻子 他立刻抓了一把泥土 粗糙的沙子 小石子 各着他的皮肤 一座山 一片空地 一个建筑工地 然后 他身后传来一声尖叫 哎呀呀 搞什么鬼 怎么了 我的腿 我想他断了 啊 他是什么做的 石头吗 这就是踢人的下场活该 车翼仔无视那痛苦的叫声 在眼罩后面翻了个白眼 谢天谢地 微弱的光线透过不透了进来 他们在外面 有数吗 他们没走那么远 对吧 啊 踢车翼仔的那个男人痛苦地尖叫着 另一个男人恼怒地扎了扎嘴 白痴 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不要攻击觉醒者 该死 我们应该杀了他们 他们是怪物 甚至不是人 闭嘴 嘿 把这个白痴带到医护人员那里去 几个人的脚步声从车翼仔身边走过 那个男人抓住车翼仔脖子上的链子 用力一拉 他们把他当狗一样对待 车翼仔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一个冰冷的圆 三星东西顶在他的背上 一直往前走 他脚下的沙子和碎石的声音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混凝土光滑的质感 空气从沙子的味道变成了消毒水和漂白剂刺鼻的味道 这里似乎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远处的声音隐隐约约地回荡着 他想多听听 了解一下当前的情况 管理局的行动 聚 等急者们 但是他们太远了 而且有枪顶在他的背上 他不能停下来 他们走了多久 一声轻柔的叮当声响起 接着是门向两边打开的感觉 那个男人把枪顶在车翼仔的背上 再走三 然后停下来 所以这里有一部电梯 门碰的一声关上了 电梯嗡嗡作响着下降 过了好一会儿 那个男人才拉了拉车翼仔脖子上的链子 跟我走 好的 好的 车翼仔皱着眉头 扫视着周围 明亮的灯光让他可以透过眼罩隐约看到一些东西 白色的地板 白色的天花板 白色的墙壁 穿着白色实验服的人忙碌地走来走去 还有 到处都是钢条 在钢条后面 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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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抓住钢条 剧烈地摇晃着 像野兽一样嚎叫着 一个穿着实验服 人夸张地叹了口气 沮丧地嘟囔着 又是谁忘了给他们打镇静剂 是你吗 他们又开始了 我们该怎么办 你什么意思 把他们隔离开来 给他们用药直到他们失去意识 门把手转动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门嘎之一声打开了 那个男人抓住车翼仔的链子 把他拖了进去 他嘟囔着 别乱动 是时候说话了 车翼仔在眼罩后面翻了个白眼 扫视着周围 一个正方形的房间 前面有钢条 透过钢条什么也看不见 他们安装了单向镜吗 我妹妹在哪里 他去会见大哥 他会 被释放吗 如果事情顺利的话 我要这样多久 直到他谈完 那个男人抓住车翼仔的头发 用力地把他的头往后撞在墙上 然后 咔哒 他把链子固定在墙上 取下了眼罩 一道刺眼的白光刺痛了他的眼睛 车翼仔皱起了眉头 他被绑着的房间是一个狭窄的白色房间 他小的就像节酒汤店的后屋一样 男人把链子牢牢地固定在墙上 然后抓住车翼仔的一把头发 猛的一拉 车翼仔尽量不让自己的脖子用力 任由自己被安静地拖着 这些混蛋 如果 我逃脱了 我会先抓住你的头 他脸上露出恼怒了吗 男人用手背轻轻拍了拍车翼仔的脸颊 看看这张脸 老实点 你这小子 明白吗 去你的 如果你不想看到你妹妹一团糟的样子 你最好老实点 他们把尹秋天当作人质来控制车翼仔 又用车翼仔来控制尹秋天 一种划算的勒索方法 这是值得学习的地方 车翼仔顺从地点点头 男人用枪戳了戳他的身体侧面 然后离开了房间 门在左边 他透过面前的金属栏杆看不到外面 他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来遮挡视� 可以听到男人的声音 在我们得到进一步指示之前 不要碰那个房间里的人 不是已经 不 现在先别管他 这是大哥的命令 啊 明白了 很好 没必要他们一进来就把一切都砸了 他们似乎目前打算让他活着 可能是作为控制和操纵尹秋天的筹码 车翼仔摆弄着脖子上的项圈 坐了下来 幸运的是 他很高 如果他再矮一点 链子会让他无法坐下 似乎挺宽敞的 尹秋天很可能正朝着这个地方的中心走去 那里通常是重要人物所在的地方 他们见面时会谈些什么呢 世界末日 车翼仔哼了一声 普罗米修斯不可能比尹秋天知道的更多 他们可能把他拖走 是为了提取关于世界末日的信息 他们为什么如此执着于用人类的力量阻止世界末日呢 这组织得太严密了 不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讨厌觉醒者 太有系统性了 就在这时 他又听到栏杆附近有动静 车翼仔低下头 闭上眼睛 一个新的实验对象 这个看起来挺完整的 你确定他被吓药了吗 两个人 从他们沙沙作响的外套声音判断 他们可能是外面的研究人员 车翼仔闭着 眼睛 专注于他们的对话 他听到轻微的翻纸声 让我看看 你扫描他的脸了吗 还没有 那应该先做这个 我们现在可以做 反正他看起来也不是高级别的 你怎么知道 从没见过他的脸 可能只是个在街上混日子的小角色 你觉得扫描仪在他闭着眼睛的时候能用吗 不知道 试试吧 咔嚓 相机快门的声音 当然 从栏杆里面 他看不到外面 但从外面 他们可以看到里面 其中一个人用嘲讽的语气说道 找到了 找到了 看到了吧 只是个地级的 名字车翼仔 地级 嗯 没什么特别的 我还以为他们亲自把他拖进来 他可能有点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们能把他用作实验对象吗 不行 我们接到命令不能碰他 他有什么特殊能力吗 他的数据里没什么不寻常的 没有 但这是上面的命令 太可惜了 我们的实验对象快不够了 车翼仔动了动手指 这些人仅仅从他的脸就能识别出他的名字和等级 不仅如此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地级觉醒者 只有一种可能 觉醒者管理局的数据库 他被吓要了吗 我们给他用了一些 但可能剂量不大 把他完全弄昏不是更好吗 以防万一 他看起来不太有攻击性 所以现在先别管他 我们可不想搞砸了 看起来像傻瓜一样 天啊 我还希望我们能在这个家伙身上做实验呢 他们的声音随着他们离开而渐渐消失 车翼仔慢慢睁开眼睛 觉醒者管理局的数据库作为国家机密被严格管理 每个觉醒者都被视为国家的资产 即使是小奇迹徐敏基也必须先把正兵分开才能操纵数据库 但这些人仅仅从一张照片就能获取猎人的信息 甚至包括车翼仔的基本信息 车翼仔把头靠在坚硬的墙上 想想看 不管我背下了多少药 平民几乎不可能这么容易地绑架一个觉醒者 尤其是如果觉醒者的力量因为药物而失控的话 一定有一个同谋 而那个同谋 一个觉醒者同伴 一阵寒意顺着他的脊梁骨留下 觉醒者中有一个叛徒 出卖了自己的同类 考虑到他们可以自由访问管理局的数据库 是和觉醒者管理局有关系的人吗 车翼仔身影着 用双手搓着脸 他来是为了揭露普罗米修斯的基地和目的 但似乎他偶然发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 不 这实际上可能是好事 砰 砰 砰 车翼仔不停地用后脑勺撞墙 也许是因为他想得太多了 他的头开始剧烈地疼痛起来 他闭上眼睛 即使闭着眼睛 光线还是那么亮 透过眼皮都能照进来 灯会熄灭吗 还是他们会一直这样开着 他茫然地盯着明亮的天花板 光线刺痛了他的眼睛 缺乏黑暗比他预期的更成问题 他无法好好睡觉 人类 实际上所有生物都需要睡眠 没有适当的休息 大脑会慢慢退化 精神力量会一点一点地崩溃 这就是西海裂缝最让人痛苦的地方 在那个被毁灭的世界里 夜晚永远不会到来 被困在无尽的白夜中 时刻警惕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怪物 利用觉醒者敏锐的感觉 是的 西海裂缝是让人发疯的完美环境 他甚至不记得自己上一次深度睡眠是什么时候 他们所做的 车一仔所做的 只是忍耐 固执的忍耐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变得更加烦躁 甚至那些曾经欢笑的同伴最终也失去了笑容 小争吵变成了大的肢体冲突 最终流血事件发生了 该死 车一仔狠狠地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头 被困在这个狭小明亮的房间里是想起西海裂缝是最糟糕的 想点别的 什么都行 突然 一个问题在他脑海中闪过 李思英也被困在这样的地方吗 他睁大眼睛环顾四周 一个小而白色的房间 耀眼的白光 寂静地能听到每一次呼吸和心跳 李思英也曾独自被困在这样的地方吗 愚蠢的李思英 选择了最糟糕的道路 全都是因为他在等车一仔 车一仔握紧又松开拳头 他长满老简的手变得苍白 手掌上纵横交错的伤疤像残影一样留在他的视线中 该死 车一仔用手捂住脸 就在此时此刻 他非常想念李思英 你不打算向你要一起生活的人介绍一下自己吗 一只冰冷的手在他的背上推了一下 李思英亮枪了一下 失去了平衡 只能勉强用拐杖支撑住自己 他怒视着旁边 但由于视线模糊 他只能分辨出光和暗的形状 从苍白的身影猜测 他认为是佳音 他睁大眼睛 似乎很困惑 然后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走路还是很困难 对吧 我可能有点不体贴了 这里的这个人 我们就叫他四号吧 好吗 因为你不能说出自己的名字 可以吗 四号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人 即使被怪物毒害了也活了下来 让我们一起努力帮助四号好起来 好吗 一阵掌声响起 很响 太响了 他想捂住耳朵 他已经开始想念安静的医院病房了 那只冰冷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一阵寒意顺着他的脖子后面留下 恶心 他能听到许多腿忙碌的移动的沙沙声 可能是一只蜘蛛 首先 我带你去你的房间 从现在请你就住在这里 佳音毫不关心地继续引导他 长长的白色走廊似乎没有尽头 李思英的呼吸变得困难 他很快不得不停下来 喘着粗气 靠在拐杖上支撑自己 佳音没有表示关心 他甚至没有走近 他只是远远地等着他 快点 该死 李思英咬紧牙关 强迫自己再次移动 他呼吸急促 每一次呼吸都比上一次更困难 嘴里充满了血腥味 他汗湿 凌乱的刘海贴在额头上 当他终于走到佳音身边时 门嘎吱一声开了 佳音带着充满笑意的声音小声说 做得好 这就是你要住的地方 房间全是白色的 即使李思英的视力很差 他也能清楚地看到这里是多么的白 地板 墙壁 天花板 一切都是苍白而没有生气的 那只像蜘蛛一样冰冷的手又推了他一下 随着一声巨响 李思英连同他的拐杖一起摔倒在房间里 他痛苦地抬起头 咔哒 门关上了 与此同时 李思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睁开了眼睛 他眼前的一切都是白色的 他什么也看不见 他全身发冷 他的指尖不由自主地颤抖着 他急忙环顾四周 但刺眼的白光依然存在 李思英惊慌失措 用双手捂住了眼睛 黑暗又回来了 但他急促的呼吸并没有轻易平静下来 这时 他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李思英先生 你没事吧 是谁 是谁 李思英咬紧牙关 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另一个声音打断了他 我们要给他泼点水吗 我要从溪流里取点水吗 外面有一座山呢 那会有帮助吗 李思英先生 你没事吧 你的情况很糟糕吗 别靠近 警官大人 我觉得你不应该靠得太近 什么 但我们不能就这样把他扔在这里 让他抽搐 不 如果你现在靠近 他会攻击你的 那个人现在的行为很奇怪 嘿 提提 等等 提提去哪了 我们恢复意识后 提提就不在这里了 真的吗 所以提提是跟着剧走了吗 他的颤抖慢慢平息了 李思英沉重地眨了眨眼睛 透过手指 他瞥见了一个黑暗的天花板 他犹豫着 把手从眼睛上放了下来 一个过于华丽 装饰着蜡烛的吊灯 还有一个木制天花板 李思英喘着气 转过头 在不远处 郑冰和红一城尴尬地站着 而龟龟站在他们旁边 手里摇晃着头子 紧紧抱着正兵腰部的红一城问道 思英 你还好吗 看起来他现在更正常了 李思英没有回答 继续喘着气 他透过手指扫射着周围的环境 这个地方 一个由红一城创造的空间 他们正在开会 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我 我和J一起来到这里 就在这时 一个闪亮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 李思英举起了手 一只手表在他的手腕上稍微滑了一下 然后停了下来 他坏了 很破旧 在许多指针中 只有一个在移动 李思英急忙坐了起来 他急切地问道 却在哪里 可能去拯救世界了 闭嘴 规规 请你安静点 好的 好的 现在跪在李李思英更近的正兵与他对视 他的脸上写满了担忧 我们醒来的时候 却已经不见了 看来他先去处理外面的情况了 不过 有报告传来 所以不用担心他的安全 李思英没有回答 低下了头 他感动恶心 就像要吐了一样 正兵看了一眼红一城 稍微提高了声音 嗯 稍微换个话题怎么样 你可能不感兴趣 但你以前经常去那个地方 李思英先生 正兵的声音渐渐消失 因为他睁大了眼睛 李思英的表情奇怪地扭曲了 他动了动嘴唇几次 好像有很多话要说 弄乱了自己的头发 盯着空气 把刘海往后拨 深吸一口气 最后开口说道 解酒汤店的兼职声 也许崩溃的冲击太大了 看着李思英会让人产生一种怜悯之情 是因为他在那个茅草屋里 辗转反侧的那些不眠之夜吗 裴远宇曾经也同意 这就向父亲的关心 李思英似乎仍然无法摆脱震惊 正兵用同情的眼神看着他 嗯 想想看 李思英不知道也不奇怪 他已经睡了三个月了 正兵好心地解释道 变革之日之后 兼职声关了店就消失了 大家都很担心 但是早些时候 猎人杨慧珍说他遇到了他 该死 似乎有一句小小的咒骂溜了出来 李思英擦了擦脸 问道 他穿了什么 嗯 他们说他穿着一件灰色连帽衫 和以前一样 所以他们立刻就认出了他 啪的一声 李思英的手在空中粗暴地抓了一下 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他紫色的眼睛冷冷地闪着光 他拖着脚向门口走去 仍然在扔着头子的规规问道 你要去哪里 碰 李思英踢开门 逃离了红一城舒适的爱之屋 现在像蝉一样紧紧抱着柱子 而不是正兵的红一城难难自语 哇 幸运的是 他太心烦意乱了 没有注意到 我觉得他没有意识到 我用他的手机给拒发短信了 是吧 他不可能意识到的 但是你一开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嗯 红一城从柱子上滑了下来 我不知道 只是感觉这样做是对的 正兵 眼神冰冷 盯着红一城看了一会儿 然后转过身去 车一仔睁开了眼睛 似乎让他一个人待着的命令是真的 因为再也没有人靠近他了 他们一定是把他藏在了某个后屋里 出于无聊 车一仔动了动手指 这个房间提供的信息很少 而且很沉闷 如果李思英待在这样的房间里 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在你达到极限之前 你只能想和想象这么多 车一仔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动一动了 这就是他性格变成那样的原因吗 车一仔露出一丝冷笑 自从上次来过之后 研究人员也没有再靠近他 他们一定是严格遵守着大哥的命令 车一仔沮丧地把头靠在墙上 大哥的命令真的那么绝对吗 大哥是他们的领导吗 车一仔想见见他 弄清楚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让他做出这一切 到现在 秋天一定已经见过这个大哥了 他应该安排一种与秋天联系的方式 我有点太自信了 哈欠 车一仔打了个大哈欠 扎了扎嘴 好吧 不是这潜入怎么会知道呢 也许过分依赖力量不是答案 就在这时 嘶嘶 他听到了一个嘶嘶声 车一仔抬起了头 一股淡淡的雾气 正从天花板上的一个小缝隙中渗进来 砰 砰 砰 远处的声音渐渐消失了 车一仔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 下午五点 他们是定时释放吗 该死 车一仔皱起了眉头 在这样一个小房间里 无法避免这种气体 他只能平住呼吸这么久 最终 他还是得把它吸进去 车一仔沮丧地瞪着天花板 房间里慢慢地充满了朦胧的气体 浓得他都看不清前面了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一个戴着透明护目镜的男人 突然说道 另一个男人 一边看着一滴一滴落下的液体 一边在平板电脑上记录着什么 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嗯 之前那个房间 大哥告诉我们不要碰的那个房间 对 那里也会释放气体吗 这是全面释放系统 对吧 忙碌的手停了下来 拿着平板电脑的男人 皱起了眉头 哎呀 糟糕 我们不是也不应该在那里释放气体吗 他确实说过 不要做任何鲁莽的事情 说让他一个人待着 啊 该死 现在我们得把它弄出来 真不敢相信 我们没想到这一点 看 我告诉过你们 我们应该安装单独的通风系统 但是没人听 两人一边抱怨着 一边抓起挂在墙上的防护服 他们穿上全身防护服 护目镜和只遮住嘴巴的防毒面具过滤器 然后拉紧手套 穿戴整齐后 他们朝着长廊镜头的最后一个房间走去 其他房间已经一片寂静 镜头的铁牢房里已经充满了朦胧的气体 透过雾气 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黑色身影 看起来像是有人坐在地上 有点让人不安 拿着平板电脑的男人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往后退了一步 嘿 你去把它弄出来 什么 为什么 我不想进去那里 我怎么能一个人把它弄出来呢 想办法 我现在真的很忙 说真的 呃 好吧 戴着护目镜的男人一边抱怨着 一边打开侧门 消失在了气体中 他竟然有胆子让我和他一起处理 尽管这是他自己不注意的错 有些人就是没有良心 留下的男人迅速浏览着平板电脑上的数据 宝贵的时间正在被浪费 然后 砰 一声沉重的声音响起 男人从平板电脑上抬起眼睛 寻找声音的来源 声音是从牢房里传来的 他皱起了眉头 那是什么 他用拳头敲了敲铁栏杆两次 嘿 里面一切都好吗 没有回答 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叮当声 听起来像是链子在晃动 里面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了 不 他可能是被药物弄得神志不清了 而且他还被绑着 我应该和他一起进去吗 这么小的事情会不会出问题呢 一连串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盘旋 他焦急地看了一眼走廊 然后又敲了敲栏杆 嘿 我需要进去吗 还是我应该叫保安 不用 一个低沉 奇怪地平静的声音回答道 那是他的同事吗 还是不是 男人皱起眉头 仔细地听着 一声清嗓子的声音 接着是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 只是链子太紧了 仅此而已 你为什么对这么小的事情这么惊慌 你害怕了 开玩笑的语气 让他的紧张情绪缓解了一些 他僵硬的肩膀放松了下来 混蛋 他应该马上回答的 男人简短地回答道 掩饰着自己的尴尬 害怕 不 我只是以为你被气体熏晕了 你确定你没事吗 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吧 是的 但是链子解不开 我们就这样 不管他怎么样 什么 你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 要是大哥以后发现了怎么办 没关系 白色的烟雾 在铁栏杆后面盘旋 男人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 嘎吱 门开了 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身影 从气体中走了出来 摸索着过滤器 他挥了挥手 往后退一点 这里的气体太多了 嗯 好的 好的 戴着手套的手 在他的身体上付过 男人突然感到一种奇怪的不适 歪了歪头 这是怎么回事 有点不对劲 他手套的袖子不是有点卷起来了吗 我发誓我看到他正确地戴上了手套 还有那双鞋 不是有点太松了吗 就在这时 男人停了下来 你不是很忙吗 男人咽了口唾沫 有点不接近 这不可能是刚才和我在一起的那个人 你先走 我把这个弄掉后就跟上 但他不想再想下去了 他想逃避 这种情况 他想逃离 从那个 宫起 好的 好的 男人尴尬地走开了 可能没什么事 不可能是我想的那样 一步一步 他的步伐加快了 很快他就跑了起来 他匆忙的脚步声 在长长的走廊里回荡 这条走廊一直这么长吗 他感到焦虑 冷汗湿透了他的后背 我该怎么办 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一阵剧痛 击中了他的后颈 他甚至没来得及尖叫 就倒下了 在他身后 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身影出现了 透明护目镜后面的眼睛 是蓝色的 颖秋天坐在昏暗的房间里 这是一个阴暗 狭窄的空间 很像一间审讯室 只有一张金属桌子 和一把椅子 把他带到这里的男人 只留下一句简单的 等着就离开了 这里很像 觉醒者管理局的审讯室 不 完全一样 他们是故意这么做的吗 有可能 觉醒者管理局的审讯室 是觉醒者们最讨厌的地方 排名第一 也许是为了压制他们的能量 颖秋天无缘无故地伸了身腿 他应该带一本英语词汇书之类的东西来 过了多久了 这里没有时钟 但肯定至少有几十分钟了 他在脑海中哼唱的歌曲数量 已经超过了十手 他环顾四周 这个地方会有像管理局那样的双向镜子吗 他们在外面观察他吗 他知道自己不应该惊慌 但他的身体不听使唤 要是我有更多经验就好了 他最后一次见到剧的时候 他被剃倒在地 他是不是因为他而遭受了不必要的痛苦 颖秋天擦了擦汗湿的手掌 如果他一直想下去 这些想法就会没完没了 他是着想点别的 他们叫他大哥 颖秋天用力咬着嘴唇 他们是怎么发现我的 他的信息是绝密的 即使在觉醒者管理局内部也是如此 一个高三学生 未成年人 一个没有战斗能力的精神系S级觉醒者 他具备所有会成为怪人完美目标的特征 公众只知道 有一个新的S级觉醒者未成年 成年后才会开始活动 信息是从哪里泄露的 颖秋天咬着拇指甲 他很焦虑 虽然他觉得自己有责任阻止世界末日 但他却无能为力 即使被拖进那个被毁灭的世界 他也依赖着去的帮助 当别人在为生存而战时 他却在这里被绑架 什么也做不了 他一直在谈论阻止世界末日 但当那一刻到来时 他却完全没用 我真的这么没用吗 也许他被赋予的能力 对他来说太强大了 各种想法堆积在一起 让他感到沉重 他的身体感觉很沉重 无助和内疚像重弹一样压在他身上 当别人死去时 他除了逃跑什么也没做 甚至天花板上的灯 似乎也在评判他 颖秋天用手捂住脸 就在这时 啊 你等了很久了吧 一个声音从角落里的扬声器里传来 这是一个平静 温和的男性声音 颖秋天的肩膀一震 他抬起头 盯着扬声器 那个男人继续从扬声器那头说话 让这么重要的客人等了这么久 我很抱歉 情况所迫 我真的很抱歉 我听说我们的人把你带来的时候有点粗鲁 我也为此道歉 我特别告诉他们要小心对待你 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很懊悔 颖秋天保持警惕 怒视着扬声器 那个温和的声音继续说道 好吧 既然你等了这么久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进入正题呢 颖秋天 你能看到那个被毁灭的世界的片段 对吧 而且你比任何人都先知道世界末日 他知道关于颖秋天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颖秋天咽了口唾沫 据说他们是一群厌恶觉醒者的人 他握紧拳头 盯着扬声器 他们会嘲笑他吗 也许会说他的能力在他身上被浪费了 即使他们这么说 他也无法否认 这是事实 但接着 你真的很了不起 这是一个他没想到的回应 颖秋天的眼睛睁大了 啪 啪 啪 扬声器那头的男人在鼓掌 他的掌声是真诚的 他温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同情 你一定独自经历了很多 即使你不想 每晚还是会看到那些可怕的毁灭场景 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 独自忍受着那种恐惧 真的很了不起 什么 听到他亲切的话语和语气 颖秋天突然感到泪水涌上眼眶 他迅速低下头 咬着嘴唇 他快速眨着眼睛 试图把眼泪逼回去 但那个男人没有停下来 我知道你牺牲了很多 颖秋天 在那些不相信世界末日的人当中 在那些认为这种扭曲的和平会永远持续下去的人当中 你一直带着那种恐惧 独自挣扎 但是 男人的声音变得更加坚定 世界末日已经来了 这不是你的错 而且 他温柔的声音轻轻地低语道 你并不孤单 秋天 我也记得那个被毁灭的世界 不像你那么清楚 但也足够了 颖秋天猛地抬起头 那亲切的声音里现在带着一丝微笑 这就是我开始聚集人们的原因 为了阻止末日 我们不能让世界再次被毁灭 秋天 温柔的声音低语道 我们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你的力量 颖秋天紧紧地握着拳头 他的指甲深深地陷入了手掌 车一仔蹲在那个男人面前 好好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手套 那个男人倒在地上 口吐白沫 从他背部的起伏来看 他还活着 他跑得真急 多亏了他 车一仔甚至没有时间好好换衣服 他本来打算把这个男人的所有东西都包下来 包括他的外套 车一仔叹了口气 站了起来 透过拉开拉链的防护服 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里面的灰色莲帽衫 他轻轻地把倒下的男人扛在肩上 捡起了吊在地上的平板电脑 我肯定能找到这个东西的用处 他不能花太多时间 人们会开始起疑心的 车一仔回到他被关押的房间 房间里仍然弥漫着浓浓的白色烟雾 在烟雾中间 有被打碎的手铐 断了的链子 和一个翻白眼昏迷过去的男人 车一仔先把他扛着的男人 放在昏迷的男人旁边 然后 他用断了的链子 施去防护服的男人身上 撕下一些布料 给他做了一个新的面具 然后用昏迷的平板电脑主人的手指 解锁了设备 双手合十 礼貌地锯了一弓后 车一仔走出了牢房 他把防护服的拉链拉好 环顾四周 穿着这个走来走去 可以吗 即使这是一个绝佳的逃跑机会 他的脚趋迈不动 要是李思英在这里就好了 大哥做事之前 就不能先想想吗 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 先行动后思考的习惯 你的脑子只是个装饰品吗 他会用各种可怕的话语来责备他 车一仔像觉得冷一样 搓着胳膊 扎了扎嘴 但谁知道 他什么时候还能有这样的机会呢 车一仔透过栏杆往外看 那两个研究员 他们的脚踝绑在一起 尴尬地互相倚靠着 当然 从外面很容易就能看到这样的结构 车一仔翻阅着平板电脑 上面全是一些数据 看不懂的数字和红蓝相间的图表 但没有一个韩文 嗯 真麻烦 车一仔皱着眉头 把平板电脑拿远了一点 就在这时 一个圆圆的黑色东西 突然从他的影子里冒了出来 圆圆的脑袋环顾了一下四周 然后目光向上移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 嗯 透过黑色太阳镜 他可以看到那个身影微微眯起了眼镜 嗯 是徐敏基 这个非常小但很可靠的盟友 虽然有点灰尘 但徐敏基看起来状态不错 这让车一仔松了一口气 徐敏基歪着头 上下打量着车一仔 车一仔稍微把面具往下拉了拉 是我 徐敏基 顾客 我差点攻击你 还以为我来错地方了 你在这里干什么 这里到底是哪里 嗯 我被俘虏后逃出来了 而且 我觉得这里是普罗米修斯的总部 徐敏基扑倒在地上 哀嚎起来 不可能 顾客 啊 小声点 我们会被发现的 你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到底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我自己都找不到普罗米修斯的总部 这不是重点吗 确实 徐敏基对车一仔找到了普罗米修斯的总部这件事 更感到沮丧 这是他都没能做到的事情 而不是车一仔被俘虏 徐敏基仍然有一半身子在影子里 愤怒地用船头锤打着地面 看到这一幕 车一仔忍不住想逗逗他 他比了个胜利的手势 我被绑架了 很厉害吧 该死 你用了一个我一辈子都用不出来的卑鄙手段 这怎么卑鄙了 我是靠我的演技走到这一步的 呃 徐敏基仍然很慌乱 突然抬起头 对了 你的手机呢 哦 之前坏了 啊 所以你才没回应 徐敏基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后 严肃地说道 我只告诉你是因为我们关系好 什么 工会会长真的非常生气 徐敏基歪了歪头 纠正道 那个不符合国立国语院的词汇规范 我道歉 我们还是说他极其愤怒吧 李思音生气了 车一仔翻了个白眼 嗯 是啊 肯定的 到了这个时候 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所以他甚至都不再感到惊讶 如果是郑冰生气了 或者洪一诚终于清醒过来了 那可能会让人觉得事态严重 车一仔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 事实上 他甚至还感到有点欣慰 嗯 至少他还能理智到生气的程度 但说实话 谁会想把任何人丢下呢 我是唯一能行动的人 所以我当然得做点什么 一旦确认李思音安全了 他的思绪就开始飘走了 那家伙总是很恼火 每次我说话 他就表现得好像不舒服似的 还发脾气 他之前感受到的怜悯 担忧和思念消失得一干二净 取而代之的是怨恨 车一仔蹲在徐敏基面前 他现在在干什么 他回到工会了 据猎人郑冰说 他是最后一个恢复意识的 而且显然 他醒来的时候状态不太好 该死 车一仔的脸奇怪地扭曲了一下 看 我刚想怨恨他 又开始觉得内疚了 李思音总是这样 让人怨恨 可怜 想念 永远是车一仔心中的一根痛苦的刺 徐敏基把太阳镜往上推了推 别担心 他现在完全没事了 一旦他得到情况报告 可能就会采取行动 他又和别人打架了吗 我还以为事情都解决了 车一仔身影着 揉了揉额头 现在想想 我突然消失了 李思音 没有一周时间不来找他就不行 只有在车一仔身边的时候 才会显得轻松 车一仔盯着徐敏基 毫无表情的太阳镜问道 你不担心吗 担心 担心谁 我毫无预兆地消失了 我为什么要担心你 徐敏基好像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话 双手抓住车一仔的胳膊 然后又松开了 你完全没事 车一仔露出不悦的表情 问道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怪物还在出现吗 怪物还在到处出现 但和之前相比 或多或少都在控制之中 猎人们正在四处处理他们 那个大嘴巴怪物呢 是的 他看到什么就吃什么 不管是人还是建筑碎片 一个长得巨大嘴巴 把人撕成碎片的怪物 他以前见过这样的东西吗 他想得越多 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的感觉 就越强烈 车一仔摸了摸下巴 但徐敏基似乎对他的沉默 有不同的理解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工会会长开始察觉了 徐敏基从阴影中拿出手机 把屏幕转向车一仔 他展示的是一个 即时通讯软件中的群聊 里面有几十个人 聊天室的名字是 节酒汤店兼职生新闻分享群 该死 聊天中充满了祝贺的表情符号 哭泣的表情符号 和震惊的表情符号 徐敏基往上翻 给他看了一条具体的信息 突发新闻 节酒汤店兼职生在首尔被发现 和三个月前一样出现了 看起来非常健康 猎人杨慧珍看到你之后就传开了消息 不久前 在主街上 生活真的不容易啊 擅长渗透和信息操纵的徐敏基 坐在一块破碎的路面砖上 他表情严肃 从他的保温杯吸管中喝了一口 路过地穿着荧光背心的政府工作人员 好奇地看了他一眼 喝咖啡有助于他稍微清醒一下头脑 是的 逃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他必须正面面对 即使这意味着要承受老板的全部怒火 真的 不容易 他从未想过管理两个上级之间的关系 会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 徐敏基叹了口气 按下了手机的通话键 另一端的人几乎立刻就接了电话 一个冰冷的声音说道 说 是的 工会会长 根据猎人杨慧珍说 徐敏基咽了口唾沫 他潜入了普罗米修斯的帐篷 自愿的 独自一人 伪装成一个普通平民 什么 另一端的声音明显变得更冷了 徐敏基迅速切换到人工智能语音模式 在心理上与这种情况保持距离 尽可能平淡地传达信息 他说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猎人 所以他会没事的 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没出来 杨慧珍就这么让他这么做了 当时 他认为不可能有人会认为他是猎人 而且如果出了问题 猎缝管理局可以冲进去 你们让一个一辈子都不会说谎的人 潜入帐篷 真是的 这些白痴 如果他的二老板听到了这句话 他可能会说 最不会说谎的人还侮辱所有猎人 真是个笑话 徐敏基无视了那些低声的咒骂 继续说道 我也渗透了一下 但我找不到他 他似乎已经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了 哪里 我现在去查一下 我会追踪他的影子 李思英沉默了 可能是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愤怒 徐敏基摇晃着他的保温杯 里面的冰块发出很大的叮当声 以显示他的存在 潜入帐篷的聚会消失在哪里呢 他是被发现并被拖到别的地方了吗 还是他很快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 然后逃走了 后一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 目击者的报道太少了 不可能是这种情况 徐敏基摘下太阳镜 吹掉镜片上的灰尘 他会不会是被抓住并绑架了 去 之前一直沉默的李思英 吃之以鼻 他可能是故意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他的声音冷冰冰地沉了下来 而这正是让人更加愤怒的地方 徐敏基赶紧表示同意 徐敏基伸长脖子 环顾四周 他的眼睛微微眯起 看着那些铁栏杆 我原以为你可能被拖到别的地方 或者转移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但我没想到你会在总部 如果思英知道了 他会更生气的 不是吗 这还用问吗 当然 他会的 车一载挠了挠头 一直在沉思 下巴搁在手上的徐敏基 喃喃自语道 但是我们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不是吗 我们不妨趁这个机会 把这个地方清理一下 这就是你让自己被俘虏的原因 不是吗 嗯 这其实并不是车一载的计划 他只是想救出尹家乙 然后离开 但在车一载提出反对意见之前 似乎徐敏基 已经制定了一个完整的计划 根据他们三个月的合作经验 车一载知道 一旦徐敏基开始实施一个计划 你就不能批评或打乱他 一旦有什么事情偏离了计划 徐敏基就会出故障 车一载不情愿地低头看着自己的影子 真麻烦 别担心 有我这个渗透专家在这里 会出什么问题呢 渗透应该总是悄悄地 谨慎地进行 徐敏基滔滔不绝地说着 自信地竖起大拇指 显然准备发表一篇关于渗透的长篇大论 趁这个机会 车一载递给他一个平板电脑 如果你要躲在阴影里 能不能看看这个平板电脑里的内容 这是这里的一个研究员的 平板电脑 不过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嗯 但是别担心 我很快就会搞定 他自言自语着 慢慢地融入了阴影中 就在徐敏基只剩下头顶还看得见的时候 车一载最后补充了一句 顺便说一下 我们离开之前需要就一个人 一个叫尹秋天的学生 和我们一起被抓来了这里 所以当你在收集情报的时候 你也需要找到他并带他一起走 什么 等等 你从来没提过这件事 是啊 我现在提了 等等 那样的话 计划 我是说 这改变了一切 嘘 车一载踩了踩影子 徐敏基的喃喃自语立刻停止了 有人出现在走廊的尽头 一个拿着枪和战术背心的士兵 他也注意到了车一载 愣住了 那个人喊道 嘿 你在那里干什么 没问题 他的脸被遮住了 在这个距离下 他们认不出他是谁 车一载把手放在铁栏杆上 栏杆之间的缝隙 被某种类似玻璃的东西 密封得严严实实 新来的囚犯的房间里有气体泄漏 我只是来检查一下 确保安全 如果靠得太近会很危险 对 是有这么个人 他没事吧 没事 他好像昏过去了 但很快就会醒过来 不用担心 那就好 赶紧检查完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他们马上就到了 马上就到 谁 就在这时 车一载感觉到小腿上 有一阵痒痒的感觉 徐敏基从影子里伸出一只手 在他的腿上写着什么 大胆点 他一定是在建议车一载直接问 于是 车一载照做了 谁要来 还能有谁 那个人挠挠头回答道 你是不是吸到气体了 我之前不是告诉过你吗 老虎前辈要来了 老虎前辈 他让我们像往常一样 把一切都准备好 现在 赶紧行动起来 啊 好的 我知道了 清醒点 行不行 说真的 这里一点纪律都没有 那个人一边嘟囔着 一边脚步声渐渐远去 等脚步声完全消失后 车一载转向影子问道 你知道这个老虎前辈是谁吗 我知道 徐敏基从影子里探出脑袋 表情异常严肃 如果是我想的那个人 那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非常大的麻烦 是谁 你也认识 徐敏基犹豫了一下 然后无声地说出了那个名字 车一载从他的唇形 读出了那个名字 脸色瞬间变得冰冷 电话铃声响起 脚步声匆匆而过 指上沙沙作响 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 在觉醒者管理局危机应对室的中央 有一块大屏幕 周围是一排排长长的桌子 屏幕上的画面不断切换 血迹斑斑 开裂的道路 损坏的交通信号灯 还有一辆汽车 被啃咬的参差不齐的边缘 贤西珍站在中央 紧紧地盯着屏幕 他说道 所有的猎人都找到了吗 找到了 我们得到消息 猎人李思英已经恢复意识 回到了波涛工会 看起来 他们正在准备行动方案 西院工会呢 他们正在和附近的医院合作 把普通的伤者送到医院 同时在工会里治疗那些被怪物锁伤的人 但是医院和西院工会都相对比较安静 是因为那些帐篷吗 是的 所有轻伤者都在帐篷里接受治疗 就在这时 屏幕上出现了白色帐篷的画面 穿着白色衣服的人们 匆忙地搬运着绷带和消毒剂 贤西珍的嘴唇扭曲了一下 旁边的一个猎人紧张地看了他一眼 他用锐利的眼神盯着屏幕 然后问道 你相信没有目的的善意吗 对不起 您说什么 那些在危机时刻出现的混蛋 看起来值得信任吗 确实很可疑 但是 对于伤者和普通市民来说 他们的帮助可能更有益 毕竟 他们的下属工会在行动 但是精英团队还没有任何动静 宋祖贤呢 他回到工会大楼后就没有再出来过 看起来他还在里面 贤西珍双手拍在桌子上 有点不对劲 您的意思是 像宋祖贤这样喜欢出风头 野心勃勃的人 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吗 一个自我表现的绝佳机会 贤西珍咬紧牙关 眼睛里闪烁着锐利的光芒 不可能 再去核实一下 看看他到底是在工会里 还是去了别的地方 是 马上就去 那个学生呢 他还没到吗 联系过了 但是他没有回应 贤西珍看了看手机 尹秋天说他会来觉醒者管理局 但还没有到 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是不是被什么事情当的了 通常情况下 他们会派一辆车 或者一个护卫猎人去接他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这是不可能的 以防万一派一个搜索队 也去检查一下避难所 去呢 从上次之后 还有没有他的消息 没有 最后一次看到 他是和猎人江志秀在一起 从那以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 我们要不要更深入地调查一下据 不用了 贤西珍的眼睛 一直盯着屏幕上忙碌的猎人 那家伙坐不住 他会自己处理好的 明白了 局长 有人突然递给他一个听筒 贤西珍疑惑地接过听筒 嘴里嘟囔着 是谁 那个猎人看起来很尴尬 回答道 嗯 他们说你接了电话就知道了 是上面的电话吗 从猎人紧张的表情 可以看出是这样 所以 他们终于打电话来了 贤西珍清了清嗓子 回答道 是的 我是觉醒者管理局局长贤西珍 然而 迎接他的并不是他所预料的声音 而是一个欢快的声音 你好 局长 啊一定很忙吧 贤西珍的嘴唇 弯成一个扭曲的笑容 啊 这是怎么回事 撒趴的小孩子们 有话要说 急促的脚步声 在走廊里回响 一条长长的围巾和外套 在他身后飘动 他灰白的头发 和深深的皱纹 显示出岁月的流逝 但他的脸上 仍然带着老虎般的威严 他的表情 因愤怒而扭曲 握着拐杖的手背上 轻轻爆起 他在一扇上了 重重锁的铁门前停了下来 宋祖贤用拳头猛击门 金属在他的力量下凹陷了 开门 我要见预言家 你得解释一下这种情况 马上开门 咣当 铁门缓缓打开 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女人出现了 深深地锯了一躬 您来了 很抱歉 但是预言家现在正在会见另一位访客 现在这个访客重要吗 你知道你们这次的举动 给我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吗 宋祖贤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 他用拐杖重重地敲击着地面 你要把一切都解释清楚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行动 你在想什么 信任对你来说就毫无意义吗 你们都疯了吗 请冷静一下 我理解你的愤怒 但是大哥会解释一切的 他会吗 让我们看看他会给出什么借口 马上带我去见他 正如我所说 现在有另一位访客 在此期间 您要不要接受您平时的治疗吗 一切都准备好了 女人用眼神示意了一下 宋祖贤愤怒地哼了一声 但还是压制住了自己的怒火 他的脸上的通红 猛地转向右边的走廊 熟悉的地方 这条白色的走廊 总是让他感到不安 这个地方 没有一点让他满意的地方 他猛地推开一扇关着的门 里面 一张白色的床 孤零零地放在房间的中央 所以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准备好了 他刚刚勉强压制下去的怒火 又开始上升 这时 一个穿着白色外套 戴着口罩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啊 您来了 年轻人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他的脸大部分被他伸色的 下垂的刘海遮住了 他微微锯了一躬 我现在就准备一弃 请躺在这张床上 你是个生面孔 平时的医生呢 啊 现在这种情况 是的 事情非常繁忙 我是来代替他的 你们没有一个人能把事情做好 宋祖贤咬着牙 脱下围巾和外套 尽管他很不喜欢 但他还是得接受治疗 考虑到目前的情况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 还能再接受一次治疗呢 他解开衬衫的扣子 咔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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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白色的衬衫扔在地上 尽管他年纪大了 但他强壮的体格仍然很明显 但在人们欣赏他的体格之前 另一件事情引起了注意 宋祖贤的身体上 布满了无数的小伤疤和缝线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臂 扎了扎嘴 这也让他很不满意 没有一件事情是对的 他强忍着自己的须疡 躺在了床上 他睁开一只眼睛 瞪着那个仍然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的年轻人 你还在等什么 赶紧去准备东西 好的 年轻人弯下腰 迅速离开了房间 宋祖贤闭上了眼睛 一切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变得不对劲的呢 他不知道 叮当 叮当 一只戴着手套的手 在摆放整齐的手术工具上 漫无目的地移动着 很快 他停在了锋利的手术刀上 那个男人弯着腰 轻轻地叹了口气 车一仔抬起头 他刚刚看到的那个男人 毫无疑问是 宋祖贤 是宋祖贤 车一仔跨越八年归来后 遇到的第一个猎人 一个来自同一时代的人 是他让车一仔意识到 自己回到了原来的世界 车一仔清楚地记得 在那台旧的棕色电视屏幕上的宋祖贤 那个曾经充满自信 如老虎般敏锐的男人 他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宋祖贤是个有野心的人 但车一仔曾以为 他们走在同一条路上 他们一起经历过艰难困苦 他曾以为宋祖贤不是个坏人 嘎吱 他紧握的金属书架边缘 在他手下变形了 车一仔赶紧松开手 八年前 宋祖贤的身体不是这样的 有一些预料之中的小伤疤 但没有那些参差不齐的缝合痕迹 仿佛他的身体像一块就不一样 被缝补过 车一仔低声问道 你知道宋祖贤身上的那些伤疤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吗 嗯 不知道 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 但我也是现在 才知道他有这样的伤疤 徐敏基默默地从阴影中现身 轻快地站起来 拍了拍他的黑色西装 他的脸色看起来有点紧张 他总是从头顶到脚尖 都无可挑剔地穿着整齐 这在男性杂志上 甚至还是个热门话题 即使在酷热的夏天 他也从不穿短袖 据工会会长说 这是一种展示权威的权力之举 这是大多数人的猜测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不太记得确切时间了 但可能是在他成为S级觉醒者之后 在绝被困在西海裂缝之后 宋祖贤成为了S级觉醒者 我从没想到 他的西装下面隐藏着这样的东西 我现在能理解 为什么他几乎痴迷地 从不露出皮肤了 徐敏基打开一个柜子 拿出一件白大褂 披在他的西装上 他迅速地把太阳镜推到鼻梁上 不管怎么说 情况不太妙 你看到了 对吧 他那么自然地躺下去的样子 他甚至还有平常的医生 这意味着他一定经常来这里 他对普罗米修斯的秘密基地太熟悉了 脱衣服等待就像日常一样 用敏锐的眼神认出陌生的面孔 他的身体从头到脚 布满了那些拼凑的伤疤 而且他的等级从立级升到了S级 每一个证据都指向一个方向 一阵寒意顺着车一载的几辆骨留下 他被做过实验吗 很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 自愿的 一生严厉 不耐烦地咳嗽打断了他的思绪 这是一个明显的催促信号 徐敏基稍微把太阳镜往下拉了拉 一边检查药品和工具 一边小声说道 如果公务员在这里 他会立刻以罪犯的身份逮捕他 但我们没有那个权利 所以我们需要提取信息 你知道的 宋主贤在公众中的形象非常好 在哪些方面 他是第一个从立级成为S级的人 你可能不知道 但这是一件相当大的事情 对平临来说 他代表着希望 填补了最留下的空白 对猎人来说 他表明我们的等级也可以提升 觉醒者的等级 是一个永远跟随他们的标签 当车一载在劫酒汤店工作时 他会听到低等级猎人的抱怨 人们只记得那些杰出的猎人 而低等级的猎人 却被困在做所有肮脏 乏味的工作中 被嘲笑为只是名义上的猎人 即使车一载试图理解 也有一个领域 他永远无法真正理解 徐敏基熟练地打开抽屉 继续说道 这也是为什么 三罗工会发展得如此之快 他不仅是韩国第一个官方工会 而且是由一个真正改变了 自己等级的人领导的 每个人都想知道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是如何突破自己的极限的 你知道吗 却 徐敏基看着却的脸 表情狡黠 在失踪的猎人中 有相当一部分 属于三罗旗下的工会 这被认为是附属工会管理不善 但 看到这个 我开始有不同的想法了 车一载撇了一眼门旁边的抽屉 在不锈钢托盘上 放着一个注射器 和一个指尖大小的小瓶子 他把小瓶子 举到明亮的荧光灯下 清澈 无色的液体 闪闪发光 这会是什么药呢 是一种增强觉醒者身体的药物吗 咳嗽声再次传来 车一载转向徐敏基 他正在翻越一叠纸 与车一载的目光相遇 现在 我肯定你已经猜到了 不是吗 那么 你会怎么做 无论你决定做什么 我都会跟着你 我 车一载放下小瓶子 他深色的眼睛冷冷地闪着光 我想先问问他 他到底在想什么 才会这么做 车一载拿出一个面具戴上 他那因冷酷的决心 而变得坚毅的脸 消失在黑色面具后面 他猛地拉开门 宋祖贤躺在那里 闭着眼睛在床上 车一载故意大步走过去 感觉到危险的气息 宋祖贤的眼睛猛地睁开 他试图坐起来 但车一载更快 砰 一只坚定的手紧紧地掐住他的喉咙 轻轻爆起 宋祖贤喘不过气来 气息卡在喉咙里 车一载更用力地掐着 用自己的体重压下去 宋祖贤向后踉跄了一下 无法抵挡这股力量 他的手 轻轻爆起 试图把车一载掐在他喉咙上的手掰开 但那只手 就像一个无法挣脱的镣铐 车一载用尽全力 把他的脖子往旁边一推 砰 宋祖贤撞到了柜子上 摆放整齐的瓶子 在地上摔得粉碎 你 你是谁 他的眼睛里燃烧着面具 映出了光滑的黑色面具 宋祖贤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你 你为什么在这里 车一载抓住宋祖贤的肩膀 紧紧地捏着 他顿桌的手指 深深地陷入那个人的肩膀 让他的脸因疼痛而扭曲 一个没有感情的声音 从扭曲的面具下传出 你到底做了什么 无法掩饰的失望 每次入睡 都看到一个被毁灭的世界的景象 这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最终会到来的结局 毁灭 人们死亡 被践踏的可怕场景 虽然他可以分享这些景色 但他无法传达这些情感 尹秋天每晚都感到无力和绝望 当然 贤西珍和郑冰认真地听着他的话 但也仅此而已 一个经历过无数战斗的老练觉醒者 和一个没有任何战斗能力的新觉醒者之间 存在着无法跨越的差距 他们相信他的话 并认真对待 但他们无法感同身受他的恐惧 太弱了 不能被称为猎人 但又太特别了 不能被视为普通人 他是一个脆弱的存在 在觉醒者和普通人之间摇摆不定 知道即将到来的厄运 但又无力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任何事情 所以 他总是依赖别人 总是绝望 那就是尹秋天 这就是为什么尹秋天总是孤独的 这个小房间让人感到窒息 尹秋天咬着嘴唇 扬声器那头的男人 说完他们需要他的力量后就沉默了 他在等他的回答 但是 他的视线一直模糊不清 尹秋天忍住忍上来的眼泪 狠狠地揉了揉眼睛 他试着想起他的朋友 他想起了倔 我是倔 记得吗 那张即使在混乱中 也调皮地咧嘴笑着的脸 相信我 想起倔的脸 他那动荡不安的心稍微平静了一些 尹秋天握紧拳头 深吸了一口气 是的 倔还在这里 和我在一起 如果是倔 他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但是 但是这样真的好吗 我只是把一切都留给 倔然后逃避吗 最终 我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只是把一切都推给倔 然后就满足了 这是一个小小的裂缝 他对倔的信任是坚定的 但他对自己深深的不信任 仍然存在 让怀疑从裂缝中溜了进来 一个温柔的男性声音 滑进了那个怀疑中 你真的很了不起 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 独自忍受着那种恐惧 真的很了不起 这不是你的错 而且 你并不孤单 秋天 尹秋天茫然地看着天花板 一个闪烁的小灯泡 间歇的眨着眼 就在这时 那个男人的声音 从扬声器里传来 尹秋天 你是一个可以改变事情的人 用你自己的力量 小灯泡熄灭了 情况如何 一个清脆的少年应回答道 90%的患者已经完成治疗 重伤患者正在与当地医院 合作进行治疗 不过 医疗系统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崩溃 大多数轻伤患者 正在帐篷里接受治疗 即使是垃圾也有他的用处 主人 这个表达不恰当 那什么表达合适呢 更合适的表达可以是 即使是屎壳浪 也有滚动自己的本事 男人轻声笑了起来 好吧 就用这个 嘎吱 洞洞鞋在滑洞门前停了下来 咔哒 按下一个按钮 一道耀眼的光芒倾泻而出 光芒照亮了 瘫倒在地上的巨大怪物尸体 一件白大褂 和系在下面的长长的白发飘动着 纤细的手指 推了推一副眼镜 南宇正戴上男孩 递给他的手套和口罩 然后拖着洞洞鞋 走向怪物的脸 怪物死了 蜜蜂微微点了点头 南宇正摸了摸 怪物巨大的嘴巴和牙齿 粘在上面的血和灰尘 还没有干 从他嘴里流出来的血 在地上会成一小瘫 这可能不是怪物自己的血 那为什么派一个排名者来送这个 我还以为 裂缝管理局会派人来呢 他们叫我去我能怎么办 命令就是命令 蜜蜂的表情异常阴沉 南宇正短暂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一开了视线 他完全知道 局长为什么把送这个的任务交给他 外面有太多 与普罗米修斯有关的事情 以他急躁的脾气和鲁莽的行动 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所以他们想让我管住他 局长确实很会管理人 南宇正向南海示意 南海急忙跑过来 轻松地把怪物的嘴撬开 南宇正把一束光照进怪物张开的大嘴里 里面粘着血和一些破碎的碎片 一个奇大无比的嘴巴 配上一长小的眼睛 他的眼睛可能已经萎缩 没有功能了 南宇正拿起一把锋利的手术刀 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家伙 多亏了他们 我有时间把这个东西 一块一块地解剖了 蜜蜂冷冷地瞪了南宇正一眼 他满不在乎地回应道 开个玩笑 放松点 玩笑 我还以为你是想惹我生气呢 对不起 皮肤 脂肪和肉被切割的声音尖锐地回荡着 蜜蜂烦躁地叹了口气 交叉着双臂闭上了眼睛 他感到内心有一股压抑的怒火 他想抓住那些责任人 让他们说话 他们是谁 真的有解药吗 马修还好吗 就在这时 一直静静地工作着的南宇正说话了 蜜蜂 我有件事要问你 蜜蜂慢慢睁开眼睛 什么事 你是在这个东西 从天上掉下来后 马上就抓住他了吗 没有让他造成任何破坏 蜜蜂 撵着一缕头发 仰起了眉毛 我是在他看到什么就咬什么的时候 抓住他的 你看到他的嘴了 对吧 上面全是血 真的吗 但如果是那样的话 南宇正的声音 从怪物巨大的身体后面 空洞地传来 里面什么都没有 什么 你在说什么 当蜜蜂走近时 蜜蜂露出一丝冷笑 但还是顺从地戴上 站在他旁边 南宇正用戴着手套的手 打开怪物巨大的肚子 什么都没有 正如他所说 蜜蜂惊讶地眨了几下眼睛 用震惊的表情捂住了嘴 等一下 这在物理上说不通啊 我亲眼看到的 他在咬电线杆 吞汽车 他甚至还吃人 里面甚至没有电线杆或汽车的碎片 也没有他据说吞下的人的一丝肉 或骨头的痕迹 怪物的肚子里是一个完美的空洞 南宇正的脸上 罕见地露出不舒服的表情 他用苍白的眼睛凝视着这个空洞 这个怪物 你说他把路上的一切都吞噬了 是的 他的视力很差 但他感知存在的能力非常出色 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 还以为他的肚子饱了就会停下来 他需要时间来消化 在系统规则下行动的怪物 与地球上的其他动物的特征 没有太大偏差 所以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是这样的 我想如果我们把握好时机 即使是低等级的猎人 也能把他拿下 确实 地牢怪物 无论他们的外表或凶猛程度如何 都遵循与地球上其他动物相似的模式 吃 睡 移动 但他们面前的这个怪物完全不同 一个违背规则和法律的存在 但是 蜜蜂感觉到他要说的话 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南宇正摸了摸这个空洞 他什么也感觉不到 如果这个东西 无论吃多少都感到饥饿怎么办 如果他不停地进行吞噬行为 永远不停下来 那将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蜜蜂紧张地咬着嘴 这就是结局吗 这些奇怪的怪物 是其中的一部分吗 不可能 一片阴影落在南宇正苍白的脸上 这可能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呢 哗哗 在倒水的声音中 黑色的液体扑扑地溅进桶里 李思英抓着桶 干呕着 眨着湿漉漉的睫毛 他用手背粗暴地擦了擦嘴唇 然后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冲雪的紫色眼睛 怒湿的 浴室的灯闪烁着 他感到头晕 李思英试图稳住呼吸 但再也忍不住了 把他能抓到的任何东西 都朝灯扔去 哗啦 噼里啪啦 有东西随着一声响碎了 接着灯灭了 冒出一些小火花 黑暗降临 他的头脑稍微平静了一些 李思英喘着粗气抬起头 砰 砰 砰 响亮的敲门声在门上传来 嘿 你在里面干什么 你还好吗 我要叫南宇正来吗 你想去西院工会吗 我已经发消息了 副工会会长 闭嘴 李思英咆哮着 回敬他们 他的脖子和额头 都黏着冰冷的汗水 自从他在会议室 睁开眼睛以来 他就无法集中注意力 他的心跳 无法控制地加速 恶心感不断涌上来 啊 真烦人 李思英把脸 进入溢出的水槽里 水溅到地板上 净湿了他的脚 只有这时 世界才安静下来 最后 他可以清晰地思考了 车一载 徐敏基应该能处理好 如果有什么事 他会马上联系他 他的指尖颤抖着 紧紧回忆起他 过去的一个片段 就把他带到了这种地步 这很可笑 他几乎能听到嘲讽的声音 问他连这都受不了吗 还是那么年轻 闭嘴 李思英咬紧牙关 抬起头 他用双手粗暴地 擦了擦湿漉漉的脸 然后猛地打开门 一直靠在门上的 裴元宇和江志秀 跌了进来 两人现在趴在地上 震惊地抬头看着李思英 裴元宇 浑身缠着绷带 结结巴巴地问道 嘿 你真的没事吗 我要跟你说多少次 我很好 李思英看起来很疲惫 把湿漉漉的头发 往后捋了捋 灯坏了 换一个 好的 徐敏基联系我们了吗 没有 没有消息 你把他派到哪里去了 李思英光着脚 走过湿滑的地板 我让他出去一会儿 有个人他需要找到 你自己处理 与觉醒者管理局的合作请求 工会会长 你要去哪里 江志秀伸长脖子问道 李思英懒洋洋地 拖长了声音 去找一只跑丢的狗 车一仔松开手 迅速用前臂 紧紧围住宋祖贤的脖子 宋祖贤太阳穴上的 青睛抱起 脸胀的通红 站在两部开外的徐敏基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宋祖贤艰难地 挤出一句话 大口喘着气 为什么 你会在这儿 该我问你才对 你还挺自在 到底怎么回事 你都干了些什么 车一仔的眼睛 紧紧盯着宋祖贤的身体 凑近一看 比他想象的还要怪异 那像补丁拼凑起来的皮肤 质地各不相同 有些地方的缝线已经松开 车一仔用力 咬着自己的脸颊内侧 眼中燃烧着怒火 你想要这样 你真的做到这种地步 这种地步 哈哈 宋祖贤的嘴唇 扭曲成一个冷笑 老老虎的眼睛里 闪着胸光 是啊 像你这种天生 什么都有的人 永远不会明白 你知道的 不是吗 可还是 你真狭爱 宋祖贤手臂上的肌肉 鼓了起来 他大声吼叫着 猛地甩开了车一仔 勒在他脖子上的手臂 他那拼凑起来的身体 沉重地喘着气 车一仔退后两步 双腿分开 怒视着宋祖贤 他不愿相信 宋祖贤也许是个 让人讨厌的人 一个总是把自己的安全 放在首位的人 但车一仔不愿相信 他会做出这样的事 他希望宋祖贤不是叛徒 车一仔紧握的拳头 松开了力气 他在觉醒者管理局的日子 艰苦而痛苦 但那也是他人生中 无法逃避的一部分 宋祖贤 但宋祖贤似乎对 车一仔的犹豫和沉默 有不同的理解 他的脸扭曲了 指着自己拼凑起来的身体 宋祖贤喊道 那么 看起来怎么样 好笑吗 当然会好笑 像军那么强大的人 根本不需要做这样的事 来变得强大 他用手指戳向车一仔 仿佛要挖出他的眼睛 你 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还有那些白痴 就因为你不见了 就觉得世界要崩塌了 他们从来没想过 要填补你留下的空缺 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和努力 你想过吗 宋祖贤冷笑着 咬着牙 那些在幕后 为你奔忙的白痴 那些努力维持稳定的人 他们从来没在你心里出现过 他们以为稳定是理所当然的 倔 倔 倔 哈 真正救了他们命的是别人 但他们总是要倔 要是倔在就好了 要是倔还活着就好了 他们说别人死了也没关系 真让人恼火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傻瓜 全是白痴 宋祖贤像着了魔石的喃喃自语 发出空洞的笑声 他用手掌遮住眼睛 一片寂静 就在车一仔要开口说话的时候 徐敏基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车一仔转过头看着他 徐敏基默默地摇了摇头 小声说 现在不行 如果现在真诚地和宋祖贤交谈 宋祖贤能放下这八年来积累的情绪吗 车一仔觉得也许可以 当然 这可能又是他的自负 但现在不是时候 如果他们在不了解这八年的情况下交谈 只会引发更多的冲突 车一仔闭上嘴 徐敏基向前迈了一步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宋祖贤工会会长 你和普罗米修斯的交易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宋祖贤放下手 狠狠地瞪着徐敏基 所以 波涛工会的小喽啰都跟着你了 是吗 是李思音派你来的 来监视我 不 我在这儿是因为这个人现在是我的客户 你会回答问题吗 你已经知道了 不是吗 还问什么 猜测和你的证词是有区别的 在剧被困在西海裂缝后不久 宋祖贤成为了S级 并成立了三罗工会来填补剧的空缺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八年前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但也不是不可能 甚至在那个时候 普罗米修斯的根源就已经存在了 那群没有被把人类变成 觉醒者的系统选中的失败者 徐敏基从夹克口袋里 拿出一个小笔记本和一支笔 笔帽暗下的声音清晰地响起 是普罗米修斯先找你的吗 你真是个无知的傻瓜 你什么都没注意到吗 我经常被这么说 哈 普罗米修斯 多么浮夸的名字 宋祖贤冷笑着 揉着现在已经淤青的后颈 怎么 去 是贤西针让你来收集情报的吗 这就是你带着你的小跟班来到这里 谈论世界末日的原因吗 真可爱 像只小鸭子 不 车一载的声音低沉下来 我是偶然来到这里的 我没想到会遇到你 所以我才问 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哈 宋祖贤发出一声甘笑 他的笑声越来越大 直到他弯下腰 开怀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当然 除非我告诉你 否则你不会明白 像你这样的人 永远无法理解这个境界 宋祖贤仍然在嘲笑 开始捡起他 扔在地上皱巴巴的衬衫 他现在低沉而沙哑的声音 在房间里回荡 正如你所料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你可能已经知道了 但曾经有一个组织 绑架地牢和裂缝的受害者 我知道 你知道 看来你比我想象的更关注 我还以为你 只是个觉得自己很惨的小屁孩 你的讽刺会影响记录 请只说事实 哈哈 好吧 宋祖贤挥了挥手 不以为然 我和我的团队 一直在追踪他们 毕竟 这是一起涉及平民的犯罪 当时 他们还没有现在这么大规模 只是一群疯子 我们最终抓住的那些人 被他们对觉醒者的自卑感吞射 但他们的技术 非常有用 你也知道 因为你是被系统选中的 系统是一种绝对的力量 人类的力量 怎么可能触及到绝对的东西呢 这很愚蠢 宋祖贤开始扣衬衫的扣子 他的手和脖子 即使穿了衣服 仍然露在外面的部分 很光滑 那拼凑起来的身体 慢慢地被衣服遮住了 但是 如果你稍微应用一下那种技术 增强一个现有的觉醒者的力量 是很容易的 所以 我做了一个交易 宋祖贤现在已经扣好了所有的扣子 看起来又像那个完美无缺的工会会长了 没有人会猜到 隐藏在下面的可怕身体 车翼仔的嘴里充满了苦涩 我同意 对他们的绑架行为视而不见 作为交换 他们对我进行实验 以增强我的力量 你自愿成为实验对象 哈 当然 你不会明白 他一眼 但很快就一开了目光 他一边穿上西装外套 一边喃喃自语 你有没有感到过自己的不足 可能没有 你有没有后悔过自己不够强大 想过 如果自己再强大一点就好了 我肯定你没有 你和我生来就无法理解对方 所以别白费力气了 不 车翼仔握紧了拳头 宋祖贤冰冷的目光 再次与他戴着面具的脸相遇 我也知道那种感觉 我也 车翼仔在西海裂缝里的时候 一直在想 如果我再强大一点 他们能活下来吗 如果我再强大一点 我就不用把他们丢下 独自逃跑了 在过去的八年里 无数的遗憾堆积起来 这就是车翼仔逃跑的原因 抛弃了据这个名字 和随之而来的所有负担 宋祖贤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 而不是逃跑 虽然车翼仔不能原谅他 但至少能理解 宋祖贤的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 但不再像之前那样明显的充满愤怒 就在他正要再次开口的时候 远处传来了脚步声 他们三个人同时僵住了 会是谁呢 宋祖贤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他推了车翼仔一把 躲起来 什么 等 快走 寻领机抓住车翼仔的胳膊 把他拉进一个白满小瓶子的房间 他们两个人紧贴着门 平住呼吸 脚步声越来越近 很快 手术师的门打开了 奇怪 一个温柔的男生说道 我好像听到有人说话 甚至还有打斗的声音 你终于听力不行了吗 不可能 我的耳朵还很好 一步一步 脚步声靠近了他们靠着的门 一个礼貌的敲门声响起 接着是一个带着一丝笑意的声音 你大佬远来了 我一直想见你 去 车翼仔看了一眼徐敏基 徐敏基微微摇头 示意不要回应 两人都平住呼吸 全神灌注地听着门外的动静 然而 门外的男人却确定 他们就在里面 咚咚 敲门声再次响起 请你们开下门好吗 我想和你们当面谈谈 就在这时 一个恼怒的声音插了进来 是宋祖贤 所以现在你们都当我不存在了 我看这扇门 都比我这个被背叛的伙伴重要吧 怎么会 你是我们唯一的伙伴 但是 门的另一边传来一阵沙沙声 背叛这个词可不对 我们没有背叛你 那你们不是先通知 我就擅自行动 这叫什么 尽管宋祖贤语气尖锐 但门外的男人 却丝毫不为所动 啊 我觉得沟通不畅这个说法 可能更合适 对此 我深表歉意 我们之后会补偿你的 现在 能让我们先把正在做的事做完吗 咔哒 有人握住 门把手转动的声音响起 对了 他们忘了锁门 幸运的是 徐敏基已经紧紧地握住了门把手 咔哒 咔哒 咔咔咔咔咔咔 宋祖贤发出一声讽刺的笑声 门外的男人 用力地摇晃着门把手 仿佛要把他扯下来 去 去 你能回答我吗 我知道你在里面 去 从你杀死那头鲸鱼的那一刻起 我就一直想和你谈谈 他的声音越发激动 正握着门把手的徐敏基 神情异常慌乱地看向车翼仔 他无声地动了洞嘴 朝门的方向适宜 你认识他吗 车翼仔连忙摇头 他才不可能认识这种怪人 他生命中 有李思英这么一个怪人就够了 有了李思英 他身边怪人份额都满了 那个男人不仅继续摇晃着门把手 还开始敲门了 你是因为不自在所以躲着我吗 还是说你害羞 我明白了 那我们这样聊怎么样 我有好多问题 好多是想和你讨论 关于世界末日的事 轻鱼曾警告过他 普罗米修斯在散播对剧的不信任言论 车翼仔自己都亲眼看到了 网站上的那些帖子 但门后的这个男人 似乎并没有那种 人们预想中诋毁剧的乐意 他继续叙叨叨 前言不搭后语地说着 这肯定让人压力很大 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 我很抱歉 但听了尹秋天的话后 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了 尹秋天 车翼仔的拳头紧了一下 要不是徐敏基正握着门把手 而且还拼命地摇头 车翼仔可能已经开门了 徐敏基又无声地动了动嘴 先听听他说什么 车翼仔点了点头 那个男人 声音依旧充满兴奋 犹豫地继续说道 啊 我 我和尹秋天聊了挺多的 他对你评价可高了 听他讲了你的事 我才意识到 你真的是个英雄 太让人钦佩了 先生 你别再说了 你就是这么尊重你的伙伴的吗 宋祖贤尖锐的声音打断了他 那兴奋的语调戛然而止 门后的空间里 弥漫着一种紧张 不祥的寂静 车翼仔更加专注地听着 那个男人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低沉而平静 就好像他一开始就从未兴奋过一样 凡事都有其恰当的顺序 你的机会还早着呢 等着吧 一阵挣扎的声音响起 伴随着砰砰和框框的响声 该死 他是想杀人吗 宋祖贤以前就很莽撞 而且作为一名S级觉醒者 他的力量是很危险的 哪怕他失控片刻 都可能轻易要了别人的命 不管这个男人有多奇怪 车翼仔都不能让他死 徐敏基似乎也有同样的想法 只见他猛地把门打开了 而他们看到的是一幅 完全出乎意料的场景 额 宋祖贤跪在地上 在地板上爬行 脸色苍白泛青 在他面前站着一个棕色头发的男人 微微拱着身子 那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 似乎察觉到了他们的存在 转过身来 把手从口袋里抽了出来 他尴尬地挠了挠后脖梗 然后低下头 你们出来了 我早该这么做的 不好意思吵到你们了 那宋祖贤猎人呢 他没事 我只是暂时制住了他而已 就这么回事 我采取了安全措施 那个棕色头发的男人 开始结巴起来 他的头发变得更乱了 苍白的脸微微泛红 对 对不起啊 药效已经过了 那药本来是为了 嗯 让沟通更顺畅的 他抚平了白大褂和裤子上的褶皱 用手掌在大褂上蹭了蹭 然后 他向车翼仔伸出了手 我 我听尹秋天说的 他说 聚在这儿 所以我 我真的很想见见你 我叫一万 尹秋天这么说的 会是真的吗 尹秋天可不是那种 会轻易透露信息的人 要么是他被迫说出的 要么就是他们通过监控发现的 车翼仔的拳头握得更紧张 只关节因为骨头的磨动 而咔咔作响 要是他们看到了他的脸 他们就得死 车翼仔没有去握 那只伸出来的手 而是打量着一万 他的身材和车翼仔差不多 或者稍微壮一点 从他的手来看 一万应该没打过架 他手指上有剪子 可能是握笔握的 也许是普罗米修斯的 一名研究员 一万注意到车翼仔的犹豫 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歪了歪头 好像明白了似的 啊 你是 担心你的脸 你 你不用担心这个 我对口罩下面的 你长什么样不感兴趣 而且这附近也没有监控摄像头 要是关乎信任的话 我甚至可以让看到你脸的人失明 在口罩后面 车翼仔的脸微微扭曲了一下 为什么 光凭这一点 不就足以要挟他了吗 他们仅凭这个信息 就能毁了车翼仔的生活 车翼仔下意识地问道 为什么 为什么 一万瞪大了眼睛 他把下滑的眼睛 推回鼻梁上 结结巴巴地说 我为什么 呃 要对那个好奇呢 你 你现在这样就很完美了 啊 怕你没明白 我再说明一下 意思就是 没人需要看到一个英雄 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一万灿烂地笑着 把指尖碰在一起 人们为什么要关心 一个英雄的挣扎呢 他们只需要你去抓怪物 就他们的命就行了 不是吗 这样对你来说 肯定也更容易一些吧 车翼仔突然意识到了一些事 他们对车翼仔 也就是去背后的这个人 并不感兴趣 他们甚至都没有 想了解的意愿 从一开始 他们就不需要他 他们想要的 只是那个外壳 最强 最有名的英雄 就 他心里一阵不舒服 一万 脸依旧红着 专注地盯着车翼仔的口罩 似乎在等他的反应 车翼仔没有用什么 长篇大论去回应 而是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 满足这样的期待 很容易 装成一个英雄 也很简单 尹秋天在哪里 啊 他很好 他一根头发都没伤着 我怎么能相信你 我看到你们 在对觉醒者做实验 你看到了 啊 果然 你很敏锐 一万看起来莫名的满意 他啪的一声拍了拍手 但尹秋天不一样 他是唯一一个 能从过去看到未来的人 我们对他极为关照 我要见他 带我去见他 当然 但是 如果你能先为我做一件事的话 你现在可没什么资格提要求 不是吗 却一个人就能轻易毁掉这个整个基地 徐敏基迅速插话 夸张地推了推他的太阳镜 他那夸张的姿势和语气 让他看起来像个反派组织的成员 这有点好笑 也让车一载的心情稍微好了一点 一万灿烂地笑着 啊 我知道 但是 一次信从 我这里听完所有信息 不是比你一点点去搜集 要容易得多吗 直说吧 你想要什么 就 帮我联系一下 觉醒者管理局的局长 这个出乎意料的要求 让徐敏基在太阳镜后 狐疑地眯起了眼睛 一万轻声笑了起来 我想和觉醒者管理局合作 为了阻止世界末日